他是教育圈的1個 加上他的家人5個是 6個人的小群群感染 精準的疫調 過大的狂略 過自的採檢 有確實的隔離 這四大方針一樣落實 那今天這個個案 由1個推出6個 8月一開始桃園確診數 從加1到加6 數字乍看很多 但市長鄭文燦說沒還樂 這個案是家庭小群聚 是不是說昨天確診的中立 60多歲的女性生活單純 但全家5人確診 CP值還相當高 就查發現原來他的感染源 來自小兒子 而小兒子的接受史 這個案子727 找到一個確診出來 他沒有講他的足跡 以及活動值 那我們729 找出他之前的 比較完整的足跡 所以才會發生到一個 7月9號10號 跟他接觸的特殊交友圈的 的這個朋友 不追還好 一堆追出小兒子 有個特殊交友圈 市府說靠的是警政軌跡調查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案子是我們主動追查出來的 這案子是感染源是 特殊交友圈的一個個案 這個15693 被我們匡列 但他一直沒有交在足跡 7月27號被我們匡列 29號透過 我們警政系統 醫療團隊 那麼往前追溯 那一般我們會追溯三個星期 那有發現他在 7月9號10號 這兩天有另外的接觸者 那個接觸者我們在檢查 那麼他在7月15號開始 有了這個症狀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家庭成員 再匡列 因為病毒潛伏期 市府追蹤隱形傳播鏈的 清零計畫足跡追溯 拉長到三週以上 才能揪出這個社區黑數 我們要特別募 有特殊交友圈的朋友們 確診了你如果 採取危險的社交活動 你的確診會帶來職場的同事 家庭的性能 或你的朋友圈的感染 這段時間做了這種行為 也要不公猜潛 不公猜潛 社區動作有這個黑數 有隱形的傳播鏈 這樣會常常就會產生 不明原因的社區感染 從社區到家庭 社區到學校 醫院 長照 各式各樣工廠 各式各樣的機構 然後社區不然不能夠阻止 自從水域行傳播鏈的話 隨時都會有一些小群聚 會產生 土拔中心 破大最終破大狂烈 報導